6个版本,价格最低的家庭基本版售价为399元,旗舰版的售价则是2460元,和2006年发布的Vista对应产品相比,降幅超过20%,中国版Windows7的价格更是低于全球市场价,这也是Windows产品中国价格首次不与全球市场同步,低价营销战略让Windows7先拔头筹,赢得了消费者的热捧。 Windows7目前是4个版本,有家庭普通版,家庭高级版,专业版和旗舰版,那目前销入最好的是家庭高级版,在首发当天,家庭高级版能够达到670个这样的销量。 其实早在10月1号,微软就已经在8844联邦软件网,卓越亚马逊网核心弹网这三家国内B2C购物网站上,推出了Windows7中文版在线预售活动,此举收到了广大,Windows7爱好者的这类追捧。 8844联邦软件网的官方数据显示,20多天的预售订单已经过万,远远超过了预期。 而在卓越亚马逊网的销售排行榜上,Windows7的家庭高级版和家庭普通版已经躋身销售冠亚军的行列。 看来微软在中国的低价策略让其取得了超过预期的成功,看来还是经济实惠物美价廉,才能够更容易被消费者所接受。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最新公布的调查显示说,资费仍然是影响用户选择3G服务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 有63%的3G手机用户希望使用不限流量,不限时长的包月方式,而且接受的资费平均值为每月85.53元。 而对于目前运营商所提供的包月限流量的资费方式,只有29.5%的用户表示赞同。 3G手机用户希望手机资费可以下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而一些正在观望买房的人同样希望房价可以下降到自己能够接受的水平。 不过事与认为国土资源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土地市场复苏以及经济环境回暖的影响, 全国主要城市地价水平结束了此前两个季度同比下降的局面,在三季度实现了0.36%的正增长。 前三季度,全国建设用地供应总量18.1万公顷,同比增加31%。 其中,用于房地产开发方面的用地供应5.7万公顷,同比增加近15%。 受土地市场复苏以及经济环境回暖影响, 全国主要城市地价水平结束了此前两个季度同比下降的局面。 今年三季度末,全国35个重点监测城市综合地价水平为每平方米3345元, 同比增长0.36%,环比增长2.49%。 业内人士表示,土地价格的止跌回升与土地交易趋暖,地亡平线不无关系。 另外,夜年士